还记得周深参加歌手当打之年被淘汰时 何炯在舞台上面对着观众说 无论在什么场合 请一如既往地支持周深 要知道 此时是2020年的4月份 可谓周深音乐事业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因为这个时间段他正在准备自己的工作室 所面临的压力和困难可想而知 而因工作关系总能看到周深彩排的何老师 这一句话 无疑给了周深巨大的信心和支持 正如周深自己说的 信心倍增了一千倍 后来 同样是在湖南卫视的舞台上 在时光音乐会二中 何炯说 周深每一次都会把一个很难的事情处理 不会觉得他吃力 你会觉得他消化了这件事后 用很美的状态去表现出来 还说 周深已经那么好了 可是还在不停地进步 他对艺术的一些理解会更加比原来会更加的通透了 所以现在听他唱歌确实是一种享受 小编喜欢和老师对周深的支持和夸赞 周深总是在精益求精 力求完美展现每一个舞台每一首歌 因为他真的喜欢唱歌 真的喜欢舞台 也是他对舞台和观众的尊重 就如他这次演绎的沃龙吟和歌声与微笑 你听了吗